这是家师国三位公主的选须大典 各国君王都来了 可突然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热闹的氛围 皮尸魔要替不争气的弟弟给三位公主提亲 按照选须大典的传统 只要拥有实力就能赢得新娘 可面对如此强大的恒河之子皮尸魔 君王哪里敢上前挑战 就在皮尸魔即将赢得公主时 一位年轻君王站了起来 原来他早就和大公主安巴自定终身 所谓的选须大典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 于是他拔出宝剑就向皮尸魔砍去 皮尸魔哪里会把他放在眼里 他拿起弓连剑都没有放 只是弹了一下空弦 蹦的一声君王就被震得飞了出去 眼见心上人受辱 安巴公主坐不住了 他指责皮尸魔就是来炫耀武力的 而自己早已和沙罗瓦国王私定终身 皮尸魔听后大发雷霆 他指责这场选须大典就是一场骗局 各国国王长途跋涉 来到这里也都是徒劳的 家师国国王眼见局面不受控制 为了平息众人的怒火 他不顾长女的意愿 执意把女儿们都嫁给相城 可此时皮尸魔却提出反对 他祝福安巴的婚姻幸福后 表示只愿意带走心无所属的另外两位公主 回到相城后 王后立马举行婚礼 可就在要传新娘时 安巴突然出现 原来皮尸魔在大地上打败了沙罗瓦国王 所以当安巴公主找到心上人时 国王却说它不过是一件被引走的物品 是属于皮尸魔的 可皮尸魔早已立下誓言 终身不娶 如果违背 就会受到地狱无边之苦 面对满是怨恨的安巴公主 心怀正义的皮尸魔 还是给她指了一条路 如果自己真的有罪 只有老师持斧罗瓦能惩罚她 于是安巴公主就越过一座座高山 蹚过一条条河流 终于来到持斧罗瓦的洞府前 她向尊者哭诉皮尸魔的罪行 可尊者却打发雷霆 尊者让安巴自己反省 把她关在了石门外 眼见自己的正义得不到伸张 安巴就在洞府前堆满干柴 一次的生命要挟尊者替她主持公道 这在她即将跳入火堆的瞬间 石门分成数块吹熄了烈火 尊者从洞府走出 她终于妥协传唤皮尸魔 皮尸魔策马来到尊者面前 为了消除安巴的疑虑 尊者要求皮尸魔和自己打一场 如果凡事做得堂堂正正 那么皮尸魔将无法被击败 尊者抬手召唤出弓箭 往天上一射 瞬间无数个火球坠落 皮尸魔也射出一箭 弓箭化为一个护盾 火球被全部抵挡住 化为灰烬飘落下来 师徒两人势均力敌 他们从春天打到了冬天 还是没能分出胜负 尊者护罗魔召唤出 尊者护士魔赠予的神府 皮尸魔也常来能瞬间 毁灭一切的焚天法宝 两大武器如果发生碰撞 那将是全宇宙的浩劫 就在悲剧即将发生时 一道光束收走了两把武器 尊者护士魔神出现 他对尊者护罗魔说 皮尸魔已经通过考验 可安巴还是不放弃复仇 师婆神应允了这个请求 如果有一天他出于正义 要首任皮尸魔 那么他会得偿所愿 皮尸魔也立下誓言 如果那天真的到来 那么他会放下武器 安巴公主依旧心怀怨恨 他诅咒皮尸魔一辈子都得不到安宁 而自己将了结此生 并且在25年后 为杀死皮尸魔重返人间 紧接着25年过去了 班哲罗诞生了一个公主 而这个女婴正是安巴的转世 国王给他取名束发 他想起当初 被皮尸魔羞辱后立下的诅咒 而这个孩子的诞生 正应养了安巴公主和国王的诅咒 他注定是为了复仇而来